大家好,有话语反映自己的建栏去年开花,但是今年没有开 也就是说没有做到年年开花,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? 首先我们要排除你的建栏有出现严重的烂根 如果没有,那么可能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缺乏零元素,零元素不足,它可能就无法正常的开花 可能有话语反映自己给它补了零酸 为什么还是没有开花?其实不是说你没有补零肥,而是你补的零肥时机不对 如果你把握不好施零肥的最佳时机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盆土里面给它埋上一点磨肥 这种高零的款式肥,直接埋在盆土里面一年使用一次就够了 它会在养花需要养分的时候释放养分,这样养花就能够有充足的零元素 后期才能够顺利的开花,然后再在它的花芽分化期 所以我们给它叶面喷湿一点零双心甲开花,不仅多质量也更高 第二个原因就是光照不足,南花虽然比较耐阴怕暴晒 但是如果光照不足,叶片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积蓄光合产物来促进它开花 那么它后期也是很难二次开花的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给南花光照,只要叶片不会被晒伤,光照就一定要给足 这样叶片光合作用强,积蓄的能量才会更加的充足 炉头才会更加的饱满,开出来的花才会又多又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建栏没有年年复花的原因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 好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